各位观众亲,大家好,我是藏美观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个切齿的欢迎新闻 今年港育部有要求好好营养欧餐 农産品都要必须有成三个的QR口 这会可以进去考虑 因为全国社会配上的主要三个二轮 在这里鼓励农民这支来申请 可以让农産品的销路更好 更希望未就农民来申请,通过比例账官 但是这申请了后,农民的産品 在担比减作有农业或看待的政党 面对到现在农业规判的不敏感 农民就希望中央在在政策的推动之下 必须要有关键的配合策息 那没有就真正困难的农民 李隆语是国内主要素材配上帝 有没有做合作农党 也都跟学校筹齐定有进行合作 不过从今年开始到有报要求 学校的农産中 所有农産品都必须要有成三个对手QR口 才能进入选选 面对这种进出,李隆语农会也鼓励农民来申请 拜我们所有成三的作物 我们的作物我们有安全的蔬菜 所以说我们现在教育部 在推动学校要学生 要吃我们安全的蔬菜 我们如果做QR口 拜你的小楼就能够好 在心情出秀很简单的QR口 农産品的新散对手 李隆语农卒合作农党理事长李国中标识 心情是很简单 但是什么都爱情 对农民来说真的是负担 是不是政府可以有保障来协作农民 建交议员来申请 我申请QR口都会有一种费用 但是如果是政府的话 可以支援农民 我是觉得比较好 而且目前这些QR口或者是吉安埔也好 其实吉安埔它的费用比较少 政府有支出 但QR口对农民来讲 一般的农民来讲都是一种负担 李国中也这次 其实申请越多人情 一旦比严肃有农友 比较快的金额是减加冬 李隆语农员 因为目前政府在农友的规范 并没有环境 对农民也是一种的伤害 所以在近期的推动中央的屁股 要减加环境 才能来保重农民的企业 你想有些东西可以喷在葡萄上面 为什么不能喷在叶菜上面 这是很矛盾的事情 但是这是因为政府没有去做这个实验 没有那个数据出来说 这个东西会对人体造成多大的伤害 常常农民会变成冤大头 不可以说让它过于严苛 太过严苛反而会造成农民的困扰 农业的生气是未来的枯瀉 不过在推动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更多方便的企业 才能让农民在无农的路 可以走到冰孙 也能让近期的推动是减加路线 既然真心藏不到